我們要再來觀看一下 各位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自動分析 我再做一下給你看說明增加的情形 你看他在這個地方 他告訴我們用瀑布圖 這叫瀑布圖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是2015年623個千 就是62萬了 然後到2016年是685個千 也就是68萬 也就是說從62萬成長到68萬 對不對 可是他告訴我們說 子類別呢 子類別成長最多的是書將 然後第二名收納具 第三名器具 首先當老闆知道 2016年利潤是有成長 然後我們的報告就會繼續報告說 我們公司的報告 我們公司主要以這三個 這三個子類別產品的增加最多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有兩個子類別 哇下降好快喔 一個下降47個千 一個下降36個千 這兩個 這兩類的子產品的下降 因為跌掉了 跌掉了這三個子產品的增加 你覺得這問題重不重要 重要吧 你知道聽得懂我的意思喔 那如果說我們還可以再去細就 請問 請問這樣子你還想要再分析什麼 以我 以我我就會想要去看 那到底是幾月 2016幾月發生的事情 你不就是在追查問題的原因嗎 然後 是不是就企圖在解決問題 有聽得懂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有懂喔 不過 這還太早了 連瀑布圖 我都還沒有教你們話 可是我只是要告訴你 這張圖 它比直條圖啊 更有資訊量在裡面 好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喔 你看喔 像例如說 我們公司 這家公司超市喔 主要就是辦公用品 辦公用品成長很多 好在這個疊的技術 它疊的不多 這個叫疊的不多 我主要的成長都在辦公用品 可以嗎 那 這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為了我上課說明方便 我還是 我還是 要教你們一些格式的設計 什麼叫格式的設計 首先 這個X軸 X軸的字是不是很小 我也覺得很小 我也看不清楚 所以 我 首先 這個Session 我暫時用不到 Session 我暫時用不到 我先把它縮小 可以嗎 這個Session 我暫時用不到 所以我把它先縮小 這樣我是不是看到 比較大的內容 最大最大的內容 就是 當你今天把這個縮小 這個縮小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 呈現的內容 請只要把那個 篩選縮小就好了 篩選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去觀看一下 這個 2013 2014 2015 2016 年 這是軸 這個軸的字 我想要把它變大一點 這邊Y軸的直 這邊Y軸的直 我也想要把它變大一點 這些我們叫做格式 格式在哪裡呢 格式是在視覺效果的 第二個叫格式 請注意第一個叫做軟位 第二個叫格式 第三個叫分形 分形 好 請點選 請點選 第二個 格式 1 麻煩請點一下格式 點了嗎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把X軸的字 稍微變大一點 所以請點X軸 X軸 請把X軸往下的這個三角形變成 變成什麼 點一下 然後請把那個字形大小設大一點 因為它是標題嘛 所以我說14 這樣字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有感覺 現在你可能比較清楚看到這個字 這樣了解嗎 這個都不難 這個真的不難 那請問可不可以把Y軸改一下 可不可以把這個X軸縮小 然後請點這個Y軸 Y軸也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點 可以喔 好 那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想要呈現那個2016年有多少 2015年有多少 會的話 如果你想要呈現 你覺得要點哪一個 有沒有看到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現在是關 我們就要點一下它變成開 可以嗎 這樣是不是就有呈現 這個字你會不會覺得太小了 會嗎 那你就把這個往下的三角形點一下 把字稍微射大一點 好 剩下午 我請你們自己去玩 可以嗎 因為這都是格式 這格式我覺得畫圖 讓圖更加的呈現 清楚的呈現 好 像有些人他就會希望把2016年 他是不是成長 對不對 他換成不同的顏色 可不可以把2016年 換成不同的顏色 可以 你覺得是哪一個 如果我想把2016年的那個顏色換掉 你覺得要點哪一個格式 是不是叫資料色彩 請點資料色彩 然後請把全部顯示 這邊是不是關閉 請打開 請把全部顯示打開 全部顯示現在是關閉 請把它打開 可以嗎 可以喔 然後再接下來 你再把2016年的顏色換成 例如說我想換成藍色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這種換法我覺得一點都不好 建議喔 建議如果貴單位有錢 就請去使用Tablet 知道嗎 Tablet目前那個衛生單位比較有錢 所以他們都是用Tablet來做大數據分析 那個色彩就可以自動的來去調整 這個等一下我們一跳到別的圖 這個顏色就沒了 而且這種手動一點都不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先離開 離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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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 欄位 回到欄位 好 我接下來要介紹這幾件事 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圖 這個圖 說不定 說不定 說不定你的這幾個 這幾個圖是在下面 說不定 好 反正就是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往上的箭頭 一個往下的箭頭 然後兩個往下的箭頭 然後 兩個往下的箭頭 我們的連續型資料 這個軸 是不是用訂單日期連續型資料 然後 它其實可以分階層 叫做 年 季 月 日 階層 階層 那既然它有階層觀念 所以它就可以自動幫我們自動剖析 自動向下探索 所以它有做這個探索工具 什麼叫探索呢 我先介紹第二個工具 第二個工具叫做什麼 叫做 單一向下探索 單一 就只有一個嘛 一個向下探索 那這個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嗎 這叫單一向下探索 這叫多向下探索 好 我現在 我先講第三個這個多向下探索 點選多向下探索 請點一下多向下探索 這邊是不是出現了季度一 季度一是什麼意思 這個季度一是指 2013年季度一加2014年季度一加2015年季度一加2016年季度一 可以嗎 好 因此 因此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邊我們可以做但忘記分析 好 那當然這張圖我建議 我建議 加畫一條輔助線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 這張圖 我覺得這邊我們應該加一個分析裡面的平均線 加這一條平均線的意思 我只是要刻意的營造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這家公司如果從季節性分析 我們有三個忘記 一個淡記 我只是要說明這件事 可以嗎 而且喔 而且好像有連續的關係喔 可能 可能什麼 可能 季度一 季度一 它是什麼 淡記 然後季度二三四 它是忘記 而且 而且 它的表現是越來越好 好 請問一下 淡忘記分析重不重要 很重要 我們一件就算完了 以色奧做得到嗎 以色奧當沒有一件這件事 一件就算完 但是你們會不會算 會吧 會 一定要說會 為什麼 這是一定要算的東西 除非你們的分析沒做到 為什麼沒做到 因為你們的資料不夠多 你只拿一年 你只有一年 你需要去做淡記忘記分析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資料量不夠多啊 你只有一年 你怎麼分析什麼淡記忘記 對不對 可是 可是我們就是 以前我們都沒有拿到很多年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不能做淡忘記分析 有聽懂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所以 我們來上這個課程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是不是年年拿到年報的資料 年報 一定有財 例如說我過年前就一般是去財政部 有沒有財政年報 由一年出一次 那我現在說 我們能不能把 例如說 2001年到現在的所有每一年的財政年報 放在一起 來去做這個趨勢分析 但忘記 再忘記分析 他說可以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可是 當你只有一年的資料 你需要做這些分析嗎 不需要 好 所以我這邊我大膽的假設 你們通通都沒做過大數據分析 因為你的資料沒有全部都放在一起 你們說是不是 是 真的 我到 就是我 我只幫那個衛生局 來去做他們的那個大數據分析 他們也都只有一年一年的資料 分開來的 這樣知道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好 可是 淡季旺季正無聲 例如說好了 請問一下 那登革熱有沒有需要做淡忘記分析 需要啊 你在那個登革熱不流行的這幾季 然後去 一直在電視上廣播 會造成民眾的什麼 困擾 真正發生 真正發生登革熱的時候 你又不去做宣傳 那是不是會變成 變成那個過度的騷擾 然後甚至民眾會認為說 你的這個宣導的方式是錯的 這樣理解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在 例如說 忘記之前做宣導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忘記 那是因為你要拿到很多很多年的資料 發現 欸 登革熱真的會有那個 在那個天氣很熱之前 就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它的那個登革熱發生的情形是比較多的 要在那個時候來做 這樣了解了嗎 好 真的 你們之所以沒有做這個淡季旺季分析 其實是因為你們都是拿到一整年的資料 或者一個月的資料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請點一下 所以在這邊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出來 我們這個我們只拿了四個年的資料 四個年資料 我們大概公司會有那個淡季跟旺季 淡季發生在季度一 淡旺季發生在季度二 季度三季度四 好 來麻煩請再點一下第三個 這個多相架探索 請問你看到了什麼 淡月旺月的分析 我們剛剛看到淡季一二三月 它是天地的 甚至有沒有連續到四月 有 可是到五月之後是不是都是旺季 但是這邊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月份 它的一個情形是很奇怪的 哪一個月份 哪一個月份 七月 七月 對嗎 七月 所以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一號同學 江學長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怎麼分析 看一下七月份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時候你該怎麼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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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 點選分析 說明減少的情形 對不對 對吧 可以了解嗎 所以它這邊它就開始告訴你了 你看喔 在地區別 每一個地區都是下降 除了什麼 西南地區 再來 以各個縣市來去看 主要的城市 都是下降 有看到喔 你知道 老闆知道這件事情對它重不重要 很重要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要記住喔 就是當你還不知道嘛 你就先相信機器先去看到的東西啊 對不對 至少你現在你可以很短的時間內 機器已經幫你算完東西 你先去有一個概念 存在 我覺得這很重要 自動分析重不重要 重要吧 而且很難嗎 一點都不難 可以喔 好 好 這些東西真的對老闆來說太重要 如果我現在拿到的是什麼 各登各的這幾天 每一個有病患 很多很多的資料 譬如說 譬如說 前幾天它到底吃了些什麼東西 因為它有14天的潛伏期 那 那這前14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都很重要 好 好了 繼續喔 我們現在只講完了一個 好 所以你在這邊報告的時候 你在這邊報告的時候 我只是稍微展演一下 告訴你說 嗯 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在淡月望月的分析裡面 一到四月呢 它 超市裡面的一個表現都是不好的 可是到了 到了什麼 五月開始呢 每一個月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好 但是很奇怪的是說 七月份 七月份呢 這個月份為什麼叫我們超市 會有一個嚴重的下滑 而且 而且你要知道 至少 至少它應該維持 至少要維持在這條平均線的位置 這樣知道嗎 結果沒有耶 它跌得太離譜 它跌得太離譜 所以 所以通常 通常我們就會去分析一下 它到底是什麼 的減少所導致的 發現喔 在各個地區別都是減少的 而且在那個 減少最多的是山東 你看 如果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先去研究山東 可以嗎 好 然後 接下來 當然還有一個 上海 上海減少 到底 跟什麼 是 讓你這邊資料量夠多 它是不是就直接幫你斷記出來 你這 接下來老闆就會去想 好 那我們 我們如果是針對那個 針對小型企業 還有辦公用品減少特別多 我們是不是要針對這個族群 來去做一個促銷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政策 政策 好 好 提供給你們參考 那 這件事情 以上真的可以做 但是 請你回家 自己練習一下 一個小時 看你的門 就全部都算完 如果算不完 就算了 你已經有這套工具了 你就拿這套工具 把資料放進去 它就會自動幫你算 而且只有按一個按鍵 而且你這個數值呢 你看 它真的都幫你算到完整的數值 好 接下來 我們可不可以去做 但日忘日的分析 不需要 不需要 可是 真的有人會選擇 電修日 電修日知道嗎 舉例來說好了 那個 臺北 臺北市 是 木炸 動物園 電修日 是否維持在星期一 就是它就算出來 星期一的 來 來的 那個 人數是最少的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樣 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所以 你就要把那個 周一周二周三 一直到周日全部都算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才可以去做 就是 它是 那個 就是 是 周天平日比較少 人來 還是 周 六日 假日 人比較多 人來的分析 現在我們不能做這種分析 因為你去分析 這個 淡日 旺日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31號不可以分析 因為它本身就存在 一年有幾個31號 大概一半一半 對不對 所以31號不能分析 20 28號可以分析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至少可以從這邊看到 那個 月底 月底 跑便利商店的人 比較多 這件事情 我只是告訴你 它有這樣子的一個 可能存在的情形 好 記住 當你們在描述現象的時候 只能就你們看到的 這件事情 來去做 來去做 就是 說明 你不能再加油添醋下去 知道嗎 不能再加油添醋下去 好 例如說 你這時候就講說 會不會是因為 那個 月底 就是 大家收入 都什麼 跟這無關 不是 有沒有關係 我沒有任何資料 去佐證 就不要講 有聽得懂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好 記住 我們就說 欸 我可以講說 三 在那個所有我的資料裡面 淡日 旺日 百座分期 發現 三十號 蠻高的 我們就只能講到這邊 你就不能再像連續劇 再繼續講下去了 可以嗎 你就不要講說 會不會是因為 月底的時候呢 大家就沒有什麼錢 跟現在你所看到的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任何佐證 你就不能講 在這裡 一定要清淡 要養成習慣 有時候我都會犯這樣子的錯誤 因為 因為 我要有 我要有 這樣子一個想法 我就會去收集 就是 那個 每一日的消費水平 是怎麼樣 發現就是說 大家 可能是一號 領薪水的人比較多 那 月底就會有月光足 月光足影響到我的資料 但我必須要有任何資料去佐證 我才能這樣說明 好了 接下來麻煩請點這個 往上 向上切入 一次 兩次 三次 請問是不是又恢復到最原始的資料了 好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這一個 第二個工具 單一向下探索 單一向下探索 跟多向下探索 記住喔 多向下探索是不是會有 記 會有月 多向下探索 會有 記 會有月 記住這句話 等一下我們要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單一向下探索 他只看單一年 例如說我現在 我是2017年 所以我要去看2016年 發現他是有成長 那成長 我們就會想去看說 那2016年的成長 主要是哪一個月的成長 這個時候 我們點下去之後 這邊只有2016年的1月加2月加3月 只有該年度 知道嗎 這就是單一向下探索 那當我現在點選到 我現在是不是發現 季度3 季度3 是有持續成長 可是季度4 季度4 它是一個問題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那個整體來去看 它是持續這樣上升 對不對 越來越高 那所以 接下來 我們看到季度4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沒有再繼續往上 它是往下掉耶 這邊198個千 這邊是180個千 少了18個千 所以你是不是想要知道說 那到底是哪個月 比較少點康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發現是11月 11月 這是單一向下探索 2016年的11月 它位如預期 預期應該是 11月要超過標準 結果它沒有 而且還跌蠻多的 這邊至少差了40個千 有看到嗎 它應該要維持在70個千左右 結果它現在才32個千 所以2016年11月 是不是一個問題 是 這樣可以了解嗎 一號同學 江學長 這時候你該做什麼事 滑鼠右鍵 自動分析 知道嗎 自動分析 就是我想要分析 去說明這個 這個減少到底是什麼 類別的減少 像例如說 發現消費者減少很多 有看到嗎 就是我來 來跟我們往來的 有公司有小型企業跟消費 消費者減少很多 好 再接下來我們又可以去看到 以中南地區減少特別多 還有還有 還有以這個細分 游記方式我就不懂是什麼 然後 這邊 省自治區 湖北 湖北自治區 減少很多 好 這樣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 你這樣的話 其實 你分析到 淡季旺季分析 淡月旺季分析 淡月旺季分析 或淡一個年 的一個 增加或減少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去做自動分析 對 所以這個自動分析是不是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我們 我們 把這個 這個 單一向下探索 點一下 然後請往上 往上 好不好 先回覆到最原始的狀況 最後第四種 第四種很簡單 第四種是什麼 就是 連續 這邊 這邊有看到嗎 兩個往下見到它是接在一起 所以我就叫連續 連續 點一下 你可以看到 2013年第一季 完畢之後 是不是2013年第二季 再完畢 2013年第三季 2013年第四季 然後2014年第一季 好 依此而退 可以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那個 那個 以年來去看 它是慢慢逐漸上升 那 以 以這種連續性的 季 來去看的話 它其實也是可以看出來 慢慢上升 但是 我要請你們 一定要看出來 它的季節性 它的周期 周期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請問 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什麼 天氣的周期 對吧 請問商業周期是什麼 這家公司有沒有商業周期 多長 多長 四季 又稱一年 有聽得懂嗎 過十二個月 一年就是四季 就是十二個月 有聽懂嗎 你不要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問你說 請問商業周期 我們在預測的時候 是需要用到這個數字的 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要告訴他 我們資料是有周期性的 如果你的資料是有周期性 你當然要告訴他 對吧 預測 預測 當然要告訴他 我的資料有沒有周期性 對不對 周期性知道了嗎 有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好 來 可不可以再繼續往下 可以啊 這叫什麼 一月完畢二月 二月完畢三月 你看得出來周期性嗎 看得出來我叫你大哥 這個 這個就很難看 聽得懂嗎 這個周期性 那如果你在 到日 哇 更難看 所以我還是解讀一下 我還是解讀一下 剛剛的這個季的周期性 你看喔 什麼叫周期 你看喔 一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接下來 第四季 是不是到最高 接下來是掉下來 到最低 好 那是不是開始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到第四季 最高 然後下一季就 又掉到最低 有看到 這就叫周期 這樣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 好簡單喔 可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只要按一個按鍵 我就做完這些東西了 但是 但是請你要知道 這些就是大數據分析 我們在看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看的是什麼 周期性 我們在看的是什麼 增加 的趨勢 有聽懂嗎 這些東西 我們要不要再去做預測 預測就是Data mining了 預測知道喔 請問你以前你拿到一年的資料 能不能做預測 不行啊 因為太少的資料量了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拿到很多很多年的資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預測 這樣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喔 好 所以 所以你今天假設你可以從那個 你假設可以從 拿到近十年 台北市捷運 人那個流量 個人 個人口的那個 各出 出站的那個流量 十年喔 這個很多很多紀錄內容 就可以來去預測 我們需不需要再增加 什麼什麼線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可以做這件事的 可是 如果 你現在資料就是我一年 我就做完 放在這邊 我一年 我就要去做那個未來十年的這種 這種 你覺得那個 我要增加一條線 這是不是一個重大的建設 能夠只拿一年的資料嗎 當然不行 我們最好是拿很多很多年的資料 這樣理解我現在說的意思喔 所以 所以 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去做一個重大決策 你之前你應該是先 先去把這個資料先調出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很重要的趨勢 可以嗎 好 那 請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你們手上一定都有資料 可是 是不是很多很多年的資料 這就是很重要一件事喔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先把這個叫做 連續 但忘記分析好了 但忘記分析 好麻煩請恢復到最上面 就是恢復到第一階 向上切入 好 我們接下來我想要介紹 瞧這就是大數據